你上大学之后 发现高等的冰山学姐 居然是你的游戏搭子 这天 你在外面喝喝醉 被学姐带回了家 第二天一早 学姐从房间里出来 正准备去洗漱 却发现 卫生间门口躺了一个人 见你没反应她蹲下身 对着睡脸 就是一顿咔咔拍照 挑一张最丑的发个下目 爱托 我老弟做了什么措施 竟然被你赶到地上睡觉 要我说 小夫妻 床头吵架床尾喝 真没必要 姚西发了个无语 发给你 是让你批评一下 你弟弟的喝酒行为 心想 这兄弟俩穿一条裤子 看了这事 需要自己亲自批判 可是 该以什么身份呢 而就在这时 从你房间里 传来了一阵手机铃声 放起床 再不起床的话 就赶不上学姐的身袍了 讲到第三遍时 你猛然正眼坐骑 遥遥吓了一条 跌到在地上 你愣住了 诶 学姐 你在地上干什么 伸手想向学姐扶起 她吃一片刻 才将手搭了上来 过会儿你反应过来了 学姐 昨天我没回寝室吗 没有 你室友把你热在校门口就走了 然后 你就一路跟着我来到这里 你有点尴尬 看样子喝断片 啥也不记得 有人啊 还被学姐给看见了 那个学姐 我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吧 没有 你送了过去 没有就好 没有就好 但下一个 大冰沙眉毛一条 身冷淡 你昨天 只是一直喊着 女儿国国王的名字 然后嚷嚷着 要跟他成亲 你双腿一软 很贵的呀 学姐 天地良性 我根本不认识什么 女儿国国王 我心就只有 就只有 只有什么呀 你下酒烟了呀 但 无忌必烦 被逼问到这份上 反而无忌无忌 只有 只有你 摇摇一愣 下飞双甲 虽然昨晚听过 但现在你是清醒状态 两人完全不一样啊 转过身 双腿一直沉默 你摸摸晃早烧 学姐 我开玩笑了 我先走了 逃跑色的溜了 等你走后 他脸上的红色 太淡了一些 如果刚刚小学弟不走 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你将都不止你一个 冰美人同样也紧张呀 而且这次 电影王都不一样 说实话 从小到大 他被表白的次数 已经数不清了 以前第一反应 就是拒绝 可这一次 大冰山就有一些 不知所措 他深呼一口气 以前没经历过 但他很清楚 这就是恋爱的行走 也正因为如此 他要打起12分的精神 这辈子 如果一定会谈恋爱的话 他只想谈一次 要么相伴到老 要么孤独中老 所以小学弟 想追学姐 难度可是很高的哦 命头 等你跑出楼 心情就一个忐忑呀 今天冲动说了这样的话 以后可怎么办呀 学姐该不会 已经上好友了吧 命头的手机看了眼 总算松了口气 没被删就好 这是以后 该怎么跟学姐说话呀 草帅的 正纠结之际 他忽然听到 之后传出了动静 妖西从单元门里走出 跟你擦肩而过 一连忙喊住 学姐 我请你吃饭呀 妖西脚被停 回头看了眼 紧紧点头 好 今天没有神跑 你和学姐来到食堂吃早饭 坐在对面 你低下头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 学姐名声平淡 昨天你是不是打架了 学姐 你怎么知道的 为什么打架 你解释了 蛮谷和帅坤之间的矛盾 他点点头 虽然能理解 不过打架是不对的 以后要学聪明一些 不要留下后患 你乖巧了点头 我知道了 下次一定会 干脆利索让他无法开口 日子很快到了 学生会换季 你提前在校门口 买了两杯奶茶 到了会场 学姐今天是主持人 站在舞台上 突然看到后面的边角落 有个熟悉身影 他微微一争 演讲次说完后 公布着新任 学生会长的人选 这是汉服社社长的习风来 台下 顿时响得挺一片两声 目前休息时 在一个女同学耳边 不知道说了些什么 她朝你走来 这位同学 那边有座位的 请跟我来 不用 我等姚 等我朋友出来 不用 不麻烦了 呵呵 小帅哥 这就是我们姚会长 让我过来的 来吧 站着多了呀 过去坐着 热心招待下 你来到最后排位的坐下 这里都是大一心声 这时 台上的游戏 看到你带着两杯奶茶 微微一笑 嗯 有心了 你这边 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 肖凡同学 转头一看 坐在身边的人 竟然是龙笑笑 是你啊 你下了学生会了 嗯 他嘴角一翘 注意到你放在桌上的 两杯奶茶 心中暗喜 一定是得知我叫做学生会 才特意跑过来送奶茶的吧 哎 我就勉强收下吧 伸手照着一杯 这才念稿子的游戏 也注意到 皱了皱眉 连演讲语气都声音了 萧婷 给谁 你瞥了一眼学姐 她 小龙目光粗恶 随后松口气 别开玩笑了 肖凡同学 知道她是谁吗 随便找个人乱说 不想给就不给 也对啊 估计整个僵大的男生 就没有不知道她的吧 别告诉我 这杯奶茶是给她买的 你却才能承认 没错 我喜欢她 我想追她 龙笑笑笑了 她原以为 你认得轻自己 因为当时高三毕业后 她把你晾在一边 你没有过多纠缠 即便是开启后 再一次见面 你也没提起曾经的约定 所以印象分 在她那一直不错 肖凡喜欢她 是因为她足够优秀 肖凡被拒绝后放弃 是因为她有子智之名 现在 这个家伙 居然不是天高地厚的 说自己喜欢 江大的才女笑话 开什么玩笑 不在大里 也罢 你现在已经不喜欢我了 你喜欢谁 是你的自由 我无权干涉 祝你成功 很快 幻界大会结束 散场后 正是开始收视场地 龙笑笑白了一眼 不是要送回一张奶茶吗 出你好运 在她眼里 觉得你买两杯奶茶在她面前 故意提起姚希 就是要用这种方式来气她 真是幼稚 你没搭理 而是注意到学姐之后 还跟了个人 学生会赴会场董红石 就是她也曾经追求过姚希 只学姐对她一点都不感兴趣 她开口 姚姚 今晚一起吃饭嘛 我就是学生会的其他人 大家吃个散伙饭 姚姚之后没到 我就不去了 董红石不依不饶 姚姚 大家一起工作了这么久 就算离开学生会 我们也是朋友 话微落就被打断 不是朋友 她语气冷淡 你跟我不是一个专业 以后更不会有什么交流 能成为什么朋友 前来还要纠缠 你上前一步 抓住学姐的手 就能挡在身后 一把徐芳来捂住嘴巴 哇 磕到了 磕到了 你看了眼 董红石 拉着仙女学姐的手 转身离开 一大动作 喜悦流水 董红石愣住了 特地 而下一刻 你又走了回来 拿起落下的奶茶 回到仙女学的身边 再一次握住小手 潇洒离开 董红石 特地 知道走出教育楼 你再松开手 后头两步 真的紧张呀 学姐 我就是看那个家伙 有点得曾进尺 嗯 我知道 英雄救美 对 就是这样 你在心中赞同道 学姐的表情 虽然冷淡 但刚刚牵的小手 却是暖乎乎的 很滑很软 学姐 我买了奶茶 递过去一杯 她喝了两口 看了下标签 半糖 嗯 没错 你记得上次学姐的 乌汤咖啡 都是直接喝的 应该不喜欢甜的 所以特地喜欢半糖 甜 但不是很甜 姚西点点头 下次 韵泥和波波都不要 喝的是喝的 吃的是吃的 我不喜欢喝的东西 里面有吃的 你疑惑了 太很快 抓到了终点 等等 还有 下次啊 哈耶 二人别走别聊 马上就是秋季运动会了 你准备报名 参加3000米长跑 问言 姚西撇了一眼 长跑还3000米 她记得你 连跑六圈都够呛 你一排胸膛 学姐 运动会是半月后 你看着吧 我一定拿第一 一定不拿倒数第一 那个 如果没拿倒数第一 会有什么奖励啊 妖西一愣 这话你是从哪里学的 我的 被发现了 你特意在网上搜 这么追女孩子 找了很多办法 其中有一条 就是定目标有奖励 尴尬 低估了学姐的智商 看你究竟的样子 她沉思片刻 倒数第一 如果你能拿前三 也不是不行 你也嫌一辆 学姐好爱 前三是有点难 估计得跟曼谷约特训了 希望很迷茫 但是 不会努力的 妖西有点想笑 这小学弟 根本不会追女孩子 但会不会追 又有什么关系呢 两人能不能在一起 靠的从来都不是 单方面的付出和努力 逛了会儿后 妖西带你去了咖啡厅 有个人想见你 你看 坐在那的 不是真名学姐吧 大家坐下后 妖西带难道 真名 这是夏木教授的弟弟 他双双宝行 目光带有一丝审视 哦 就是你啊 你咳嗽一声 真学姐 我一直想约你吃饭来着 但一直没机会 我言四下非笑 没找到机会 我看是被美色给迷住了吧 你脸色一红 他就去拷问 你叫什么 哪个专业的 这些你不都跟真名学姐 在网上说过吗 怎么他一副不知情的样子 旁边的妖西 连忙咳嗽一声 真名瞬间反应过来了 哦 对 差点忘了 妖妖说过 又装作很熟的样子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懒得思考了 马上开口 我的意思是你考研吗 想考哪个专业 不知道 我才大意 真名立刻正定有词 嗯 不过考验很重要 我这边的建议是 两人的对话 是真的声音无比啊 看了妖西 一阵尴尬 等你离开后 真名思思盯着室友 妖妖 这小学弟明明就是喜欢你 喜欢我的人 不是很多吗 这不一样 真名激动啊 能不能喜欢你的人 既然小学弟 没有被你疏眼 妖妖继继续辩解 因为他是下教授的弟弟 老是委托我照顾好他 真名皱眉 还有 为什么让我装出 那他很熟的样子 因为他很腼腆 我怕你的热情吓到他 真名是真的 吃光之心 去熟然烧的呀 妖妖 你跟我说实话 你怎么可能会因为 下教授的关系 就对小学弟 特别对待呢 说 你是不是也喜欢小学弟 妖妖的回答 还是一如既往的简单 你猜 啊 妖妖 我咬死你 彻底疯狂